太后 要是太后来了怎么办 非把我大卸八块都不可 有这种可能啊 太后驾到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怎么办 那 张北龙 那你呢 别管我 参见皇后娘 青天白日的 关上门干什么 我正准备睡觉呢 你就来了 听说 皇帝又骂了你 皇帝最疼爱你这个妹妹 皇帝最疼爱你这个妹妹 这几个月 怎么突然对你冷淡起来 你注意到皇帝 有什么变化没有 没有啊 他怎么连慈宁宫都懒得去了 说话 我不知道啊 皇上娘 你年纪小 又爱胡闹 现在又惹皇帝生气 眼下有额娘护着你还好 万一等哪天额娘不在了 生你孤苦一人 你说你到时候可怎么办 妈 好好念啊 我现在 四肢烦力 连说话都没有力气 您就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妈 还有这么大的劲儿跟我抢东西呢 妈 妈 起来 妈 站起来 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 因为我想扮成小太监 给皇老娘看 皇老娘不知道 我扮蓝州的样子 可俊可俊了 皇老娘 你看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俊啊 是不是很像皇老娘 那得看看床上那小子的模样俊不俊 让开 什么小子啊 哪有什么小子啊 皇老娘 这里边东西您不该看 皇老娘 让开 你不让我看 就知道你没干好事 皇老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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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 床已经给您打扫干净 太后来了 奴才 给太后请安了 您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公主 要是没什么事 我再去院里帮您留留娘 奴才告退 站住 太后 奴才 这小辫子 已经有很久没有洗过了 别脏了您的手 手 你看 别动 小贵子 原来你功夫这么厉害 你叫我 谁在那儿 有没有 有没有 红教授 羡富有享受与天机 红教授 羡富有享受与天机 这东西哪儿来的 我是本教新任白龙使 奉洪教主之命 初展五龙令 属下参见白龙使 来 去